欢迎回到高雄亮起来 这周的节目呢 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宾 是关于我们这个华山基金会的高雄市A区的县站长 胡文嘉胡小姐 以及我们的前阵站的站长冯卢爱冯小姐来到现场 那上半段呢 其实很可爱哦 就是最后结尾的时候 跟我们讲到就是说 这个敬老的一个教育 就是说我们从小扎根 让小朋友知道 说老人家有多么行动不便 然后眼睛视力可能也都有退化的一个现象 那他们可以知道说就是敬老的一个重要性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气暴之后 其实来自各界的捐款 有发现说这个流向 可能都比较流向气暴那边去了 所以我们华山这边在接受一些捐款的时候 发现这个数字是有下降的 因为其实大家都是很有爱心 尤其是突然发生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意外 那很多的企业他都会将散款投注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那势必一定会压 就是压缩到原本他们可能要支持的一些团体 那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是有 我们在三姐都会去拜会我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啊 对单位 那他们就很明确的跟我们讲说不好意思 就是今年钱真的已经捐到市府的气暴单位去了 对那他们很想要帮我们 可是真的没有预算 所以其实就会压缩到我们 其实我们每年都是需要社会大助对社会大众的一个捐助 对那这样子的话款项的部分其实少蛮多的 对 因为那些单位他们其实都可以捐就是比较大笔的款项 支持我们常年的服务 对对对 那可是就是捐到那个七八那里之后就没有这样子的预算 对不过去年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很意外啦 我觉得说这种意外事故大家都不希望它发生 只不过这的确也是有造成一些社福团体啊 就像华山基金会这样的团体的一些困扰啦 对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因为我们为了要让这个华山基金会的代表 也可以听听看市民的心声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捐款 那你觉得怎么样你才会想要捐款 我们来看看市民怎么说 没有就是因为我以前都看到这个也不会捐 然后我现在有做 想说很难做所以以后一定会捐 就是人家不会捐吗 对 就是人家会给你白脸 对 瞪你一下这样 就是尽量看到这个就自己去捐款 对 就尽量问就看一个问一个 我们就能找到几个就问几个 对 说白脸的比较多 可是也是会有三星人士会说 像我们短时候他会说 晚上就要记得通过一套 然后跟我们说加油 也是会啊 所以你觉得就是真诚一点 就诚恳一点对啊 怎么样才会肯捐啊 对啊 办一些活动跟那个真诚一点吧 对啊 然后如果有真实的案例 或是真实的可以呈现出来 会是最好的 就是你们比较看得到 对对对 可以去认捐给谁 对对对 好 可是就是要办活动吗 就是一些吸引大家的性质的东西 对 一定要真诚啊 不然态度不好的话 然后也没有人会想捐钱 对 那你觉得 目的吧 就是目的一定要明显 如果不明显的话 我们也不会想捐钱 因为怕会被黑掉 对 其实民众的一个观感都蛮一致的 就是觉得说真诚是最重要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 他们要很确定这个 捐出去的赛款是要给谁运用 因为很怕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路上 老实讲常常会看到推轮椅的啊 在卖一些就是口香糖等等的东西 小东西 那因为方杰都会讲说 他们是有这个集团在后面操控 就是说可能是把他们弄成残废啊 然后把他们载到某些定点 要他们 所以我们捐出去的赛款 是被他们拿去做其他的使用 根本就不是用在他们身上 所以这部分大家都会害怕 那这个基金会这边要怎么因应呢 其实对 因为现在团体也很多 对 大家都想要了解说 那赛款到底是去哪一个流向 我们有很多赛事也有这样子的 就是疑问 对 那我们都会跟他们讲说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把他带去看我们的长辈 因为其实我们长辈有时候 碍于个案的隐私 我们比较不会拿长辈的故事来做 就是一些特别的陈述 对 但是我们会希望赛事成为志工 跟我们去长辈家 看长辈的实际的一个需求 那他就会了解说 我们基金会在做什么样的事 然后做事 然后服务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 对 那我们基金会因为全台有300多个天使站 其实天使站常常在 就是如果他站内有活动的时候 都会邀请 就是我们的善事义工 或者是我们的媒体朋友来参与 对 然后将这个站的故事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对 那这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目标 对 那我们也很希望说 社会大众如果对基金会有兴趣 或者是说有想要了解的话 都可以跟我们联络 直接跟我们联系 对对对 然后对 跟我们去长辈家做服务 对 去了解说长辈实际的一个需求 所以他们尽管没有受过 就是可能相关的训练 他们也是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吗 我们在去出发之前 都会做行前的教育 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担心说 因为我们带去的志工 就是孩子 学生 他比较不清楚状况 对 然后可能会告诉他说 比如说这个长辈未婚 那我们就不要问他有关子女的问题 或什么 对 我们会让他先知道长辈的状况 这样带出去的话 其实我们善事 就是我们的志工也安心 我们的长辈也会安心 对 那我们希望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桥梁 是 了解 那我们还会想要了解 就是说 你们帮助这么多的长辈 会不会有些长辈 有些一开始排斥的状况呢 有这样子的 排斥的部分的话 其实会有一些 那可是也有一些 我们遇到比较多是子女排斥的这个部分 就是虽然他们在家庭照顾功能上面 并不是那么好 可是因为可能孩子的关系 或者说一些可能精神上面的问题 他们是拒绝外界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可是透过我们长期 就是让这些长辈 或者是说他们在远方的家属 知道说其实这些长辈受到华山的照顾 是可以很放心 那也可以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那其实渐渐的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 而且有些子女 他可能自己就是比较没有能力负担 就是说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长辈 可是他又碍于命生 对对对 可能又觉得说 是不是如果我把我的长辈 就是给华山这样子的单位照顾的话 是代表说我没有能力 还是说我把他弃养等等的 所以这部分其实需要克服 对不对 有没有这样子的困难 其实我们也有遇到说 可能就是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然后不晓得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 那子女其实跟长辈的关系是梳理的 可是他又关心这个长辈 所以他会透过我们 然后去告诉他 就是告诉我们说 哪里有一个需要服务的长辈 然后让我们去评估之后 因为我们可能刚开始不了解他们的关系 只是以为是通报个案 对那我们去看了长辈的状况之后 我们会通报给他 对 然后也有遇过这样子的方式 就是让我们让他的父亲 让他们重新找回 对对对他们其实是关心 可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 也有可能是他们没有能力 去照顾这个长辈 可是他们又想要知道说 长辈现在是不是安好 对也有这样的状况 是所以也可以当一个中间的桥梁 对对对 那除此之外除了这个善款 因为既然讲说企业善款捐赠的部分 有变少了嘛 那除了善款之外 有没有什么样的物资 是你们比较需要的品尝 物资 其实以物资的部分的话 像白米啊 这个是长辈他们可以自行去 就是自己煮饭什么的 那可是最比较缺少的 其实是像刚刚我们文家这边提到 就是有一些卧床的长辈 其实在健康上面 其实在吃他们可能靠一些就是营养品 那这些比如说像某某牌的什么营养品 然后要管灌的那种 那其实这个因为相对的 它的成本比较高 那这些家庭说真的 他们要负担这个事是很沉重 所以在营养品还有日常生活用品 就是吃的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也都蛮缺少 然后甚至于说尿布 不是只有小孩需要尿布 大人更需要尿布 而且用的很凶 那如果就是有三星人是有益捐赠这样的物资的话 他们可以到哪边 那也可以跟我们联络 对 那我们就是我们可以 我这边是一个联合办公室 那只要透过我们这里可以知道全台的天使站 对那他可以就近捐到他比较近的天使站 那就让长辈可以受贿这样子 好那是不是请我们的虎站长讲一下你们的一个电话 我们的电话是零七五三七八二八五 那透过这一支电话就可以知道全台各天使站的一个联络方式 对那状况也可以从你们那边得知吗 对就是缺少什么 对对对也可以就是 如果说想要当志工或是想要捐任何物资 或是说有任何的想要支持华山基金会的话 都可以透过这一支电话跟我们做联络 那如果想要直接去找你们 就是说当面面谈的话一个地点 我们的地点是在高雄市四围四路 然后零亚区四围四路22号11楼之五 对那你们开放的时间呢 我们的工作时间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八点到下午的五点半 那其实如果说任何一个时间要过来的话都可以打个电话 因为也许我们过了下班时间还是会有人在办公室 对是是是所以不一定说 对对对 有一定的开放时间 对上班时间才可以打电话这样子 所以上班族也可以下班后就是说先预约就可以这样子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很想知道就是说 常常在活动上看到就是说除了跟福伦合作之外还有创世基金会 那你们在一起推广的这个部分上是不是可以比较有助力呢 就是说两方一起 创世啊 对对对 创世是我们的姐妹会 然后我们是同一个创办人 那我们不一样的是他是服务植物人的愿民 那我们是服务长辈 对那其实创世因为他成立比较久 他募集资源他可能比较稳定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华山 因为我们的性质不太一样 我们在全台都有天使站包含偏乡 例如说贾仙或是说阿里山 那其实在这些地方他不容易募集到社会资源 所以以华山整体的服务经费来说的话 他其实是支出大于收入的 那其实我们过去都是靠就是我们的姐姐创世基金会 那有一些中奖发票 那他就支持华山来做这个长辈的服务 对那其实其他的部分的款项 那我们其实华山不进来都是专款专用 对那我们就是服务在长辈 那创世就是在职务人这 但是其实去年的时候 创世第一次出现就是赤字 对那这个 也是发票募集量变少 对发票募集量变少 然后对那我们 其实那创世 其实在这一块对我们来讲 他就会是一个警讯 对那我们就表示说服务的经费 可能会有短缺的问题 是对对对 所以那今年我们持续一样 其实做站长除了做服务之外 他还要募集社会资源 那就会请站长们在 就是社会各界再多多支持 让我们华山可以就是做一个 永续长久的服务这样 那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是不是请冯站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手中的照片 是这个照片是我们就是在历年来 就是在送年菜给这些长辈 对那这些长辈其实他们在收到年菜的时候都是很开心的 对 那甚至于说很多长辈在过年前受到一个这样子的温暖 那在服务上面的话他们其实他们会跟街坊 你去讲说 华山真好耶 华山来照顾他感觉真幸福 那其实这些长辈对我们的回馈 其实就是对我们的服务上一个很大的肯定 对 我相信也是一种继续服务的动力啦 以及鼓励 那也希望说未来社会各界有能力的人可以更加的投入资源 来资助这个不管是创世也好还是华山也好 可以让我们的长辈啊植物人的朋友有更妥视的照顾 那今天的节目呢很高兴我们也有两位来宾来到现场 谢谢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